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草尼尼和汉堡 今天这位大带来 搞笑脑都没漫 《飞车又来》第四集 第五集 这一集主要讲约翰因为自由 从罪犯变成英雄的故事 今天是自由节 公司举办盛大派对 弗赖一祸不解 艾米说自由节就是可以做任何事情 根本不用顾及后果 就像班德平时那样 教授打开传统的木桶玉 大家开始宽衣解代 虽然在地球上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 但在约翰的星球上 自由是需要争取 从小他就被迫学习医术 放弃喜剧演员的梦想 甚至长大后 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投票 依旧要听从父母的安排 所以他热爱地球 因为就算为所欲为 也不会有人在乎他 接着大家来到华盛顿特区 这里正在举行游行庆典 班德扫除大批障碍 但众人来到最佳观看为止 扎普站在花车上卖弄分资 女主持却被男主持下了尖叫连连 晚上米格松发表讲话 他表示自由的确伟大 才能不付税 只要免费和怪物住一星期即可 说完发射焰火难 最后众人向自由敬礼 美国国旗也在这一刻出现 约翰口水滞流 惊鸿一撇间就把旗帜装进了肚子 然后自豪地向大伙宣布 这就是自由节的意义 为了证明自己而去做一件事 但人们并不买账 约翰只好吓得跑进螃蟹人大使馆 向大使诉说自己的遭遇 他以为自己已经适应了这个世界 可比起撇角的母星 其实他更不适合待在这里 大使非常同情他 决定全力支持约翰 一会儿人们就包围了大使馆 尼格松正打算摧毁他 幸好莉拉及时制止 他说大家可以对约翰吃旗帜 感到反感 但是在自由节所做的任何事 都受地球宪法保护 因此最高法院受理了此案 由于宪法在这个地方没用 所以约翰不久后 依旧会被审判 不过这丝毫不解 人们心中的恨意 他们在大使馆外强力抗议 班德却表示 他们是在装强做事 弗赖担心没有律师 来打这场官司 莉拉本想去问问 自由联盟的头儿 结果一老头主动上门 他说自己是一个 参加过无数战役的老兵 旗帜在他心中 就是神圣的代表 因而他不会宽恕约翰所做的事 但同时 又会拼命为他的自由辩护 于是弗赖雇佣了他 指引他是律师 法院 约翰向弗赖控诉悲惨生活 主法官和陪审团陆续登场 原告律师开始提出申诉 报告约翰吃旗帜的事实 约翰却表示 自己只是在行使应有的权利 对此 律师所曾经有个巨型蜥蜴 因为咬掉宪法的一脚 被视为不受保护的行为 但作为一个 为星球战斗过的老兵来说 他可以为旗帜失去手臂 爱他胜过爱七位妻子 也可以自豪地吃下他 只可惜自己的肠子 不能把用皮制成的旗帜生起来 让他保护拥有 这面神圣旗帜的人们 他还表示 自由就像一副多旗帜 台下虚剩一片 陈述总算结束 主法官和陪审团 通过心电感应商量 得出吃旗帜事件 不受宪法保护的结果 他们要求约翰立刻对公众道歉 约翰拒绝 说来到地球 为的就是学习自由的真正意义 没有什么比否定自由 对他更严重的惩罚了 因此 法官只好判打死刑 宣布一夫多旗帜合法 根本没有想到 老兵会是g 这种结果 也导致扎普带着士兵攻击大使馆 螃蟹人星球开始反攻地球 星球大战正式拉开序幕 快递小队躲进国会图书馆 约翰却开心不已 扎普没有想到 小小的螃蟹 简如此厉害 命令肌肤拿出 全球防御系统启动器 然后无脑地把它给了间谍 让所有行星防御系统失效 任由敌人攻击自己 最终地球被打败 人类成了螃蟹人的奴隶 曾经喜欢自由的约翰 成了监工 他认为地球不配得到自由 所以要让他们尝尝 没有自由的滋味 而堆尼巴 就是他的惩罚方式 弗赖叫苦不迭 莉拉想要反攻 可所有先进科技 都对螃蟹人没有用 突然 弗赖灵机一动 带大家来到古代武器博物馆 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 即使没有花里胡说的数字化武器 也依然能够做到绝杀 几天后 尼巴工程已经完工 移动镇压尼弓 成为螃蟹人镇压地球的新武器 随着大使撤退战舰 新的一轮攻击开始了 老兵拿着旗帜阻止 却惨遭碾压 看着唯一一个 肯为自己自由辩护的人离开 约翰终于觉得 奴役和镇压会玷污自由训解 这时 弗赖也拿出从博物馆偷来的 巡热导弹 螃蟹人惶恐不安 可导弹似乎不起作用 眼看尼弓就要摧毁人类 约翰从老兵手中捡起旗帜 然后拿着班德的雪茄 将它点燃 大伙十分愤怒 但实际上 亵渎旗帜只是为了重获自由 约翰因此成了英雄 他表示地球就是他的家乡 尼格松对他进行表扬 记者还把他咬旗帜的照片 作为明天的报纸头版 好吧 那就来一小口 真是尘也萧何 败也萧何 人们因为旗帜 成为奴役 也因为旗帜获得解救 约翰因为旗帜被判死刑 却也因为旗帜成为英雄 中期来说 都是为了自由 螃蟹人没有自由 所以约翰无比羡慕地球 在他看来 自由比生命更加重要 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由 是一辈子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还是只要不成为奴役就可 或许 真正的自由早已离我们远去 因为要想要自由 就必须放下安稳 而现在的人 整天忙忙碌碌 不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安稳 比起一个人在大都市里默默无闻 逛超市 温馨的家庭更让人陷往 前者虽然看似自由 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孤独 不过漂泊不定 有时也是自由的另一种说法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不要点赞评论家关注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